时代力量花联党部20号举行成立大会 由时代力量的党主席及立委陈娇华 还有立法委员王婉宇及秘书长白清芬 共同揭开序幕 宣示时代力量再度在花联闸根 要为地方香气来服务 时代力量花联党部20号举行成立大会 党主席陈娇华表示 时代力量核心议题包括了环境、文教和社府 都和花联发展息息相关 未来会结合国会三位立委各自专业领域 共同来为花联服务 其实我长期关心花联的环保的这些议题 包括像雅尼啊 这个矿业的这个部分 那矿业法修法 还有武风亚集厂的这个设置的这个争议 另外还有光电 还有花联的观光 还有这个文化 还有教育 也都是我们时代力量长期关心的 所以今天在花联成立党部 就是能够更加强我们在花联的服务 至于未来是否会参与花联的先缘选举 全交化表示党内有在规划 时代力量是一个在野的政党 那我们目前就是在台湾 我们有11个议员 优秀的县市议员 所以我们有服务的这些基础 所以我们有问证的这个经验还有基础 这个可能也是我们跟其他的在野的小党是比较不一样的 就是我们的经验 还有我们在立法院 这个立法院在问证的部分 我们也表现很优异 我们三位立委在这个第一会期都是优秀的立委 那另外呢 我们也非常希望在花联 当然有很多政党也成立服务处了 那在这里的我们成立服务处就是要深耕地方 所以在2022选举我们也会在支持度高的 包括第一选区第三选区 我们也都会考虑来推出优秀的候选人 成立大会由党主席陈娇华立委王婉瑜 还有秘书长白清芬 共同种下象征实力的犀利问证辣椒 生命力旺盛的巴黎美人 以及有助于空气品质的胡伟兰 为成立大会画下完美句点 也祝福花莲党部营运顺利 接下来我们会欢迎视报道